玩風箏衝浪飄到外海驚險獲救 三名男子到新北區淡水河口 玩現在正夯的風箏衝浪 結果體力不支被風勢以及海流逐漸的帶往外海 海巡發現之後立刻展開救援 幸好三個人都平安獲救 教練也提醒玩風箏衝浪之前 不但要先確認自己的身體狀況 也要準備充氣服具等求生物品 以備不時秩序 看到海巡人員操作救生艇到場 海面上的男子也像是看到了救星一樣 因為此時的他已經體力不支 回不了岸上 這邊救起一人 但另外一邊還有兩人 總共三名男子 17號下午到淡水河口玩風箏衝浪 結果體力不支 又被風勢跟海流逐漸帶往外海 眼看危險即將發生 守望的海巡人員即刻救援 也成功將三人救回岸上 放著 放著 抓著 抓著 暑假開始放天氣也越來越熱 民眾的雪上活動逐漸變多 但類似意外也層出不窮 專業教練就提醒這類的雪上活動 民眾事先都能做好自保 像是得注意當天自己的身體狀況 評估可以從事水上活動多久 另外事前也要先觀察海流和潮汐 再來救生衣充氣扶具或是口哨等配備 也盡量不要少 更別高估了自身能力低估了環境 原則上他們應該要評估說 多少離岸多少距離是在出意外 他們可以自己滑回來 而不要超過這一個 他評估下安全的距離 不要過度超過自己能力 教練也提醒雖然裝備丟掉令人心疼 但人命價值更高 該捨棄的還是要捨棄 畢竟雪上活動沒有絕對安全 做好功課才能一方萬一 記者成長周宗林 新北市報導